說出 來 歡迎咖啡老爹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可愛的小編 然後這樣的熱情的介紹 因為雖然我已經有點年紀了 當然是看到這麼大的熱情 也想說也不要太老派 我是盡量能夠把這樣一個短短的時間 然後看有沒有20年的經驗 然後濃縮成這10分鐘 請來試試看 OK 好 我是咖啡老爹 然後我的名字叫陸光偉 這裡 大陸的陸光省的光偉 叫做偉 然後呢 這是我現在目前在推動的一個案子 最近一起配合創業平台 那這個案子的話 它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說 用所謂的咖啡來扭轉人生 然後能夠讓弱勢的朋友 走出一種弱勢的同情 那這個部分就是有關於說 角度跟改變的一個部分 好 那講進入這個正題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好 那我先入光偉 然後過去的話 我是一個職業軍人 對 就是從台北 在台北省長 然後後來在台中當兵 然後當了職業軍人 之後退伍 就在溜到台中等做 那所以過去的我是一百億元 所以基本上我太會廢話 因為就是一句話一件事 就是這樣解決 然後也反正命令是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做 所以做是一百億元 就是過去的 我的一個比較明顯的個性所在 那後來呢 就是因為說 後來就是退伍之後 然後我完全走 跟我的本科完全無關的事情 我的本科是室內設計 對 那但是呢 就是完全沒踏入這一行 那後來呢 我做的業務 我相信這邊各位也有一些 很多的業務的一些前輩 還有一些現在目前正在做這樣子 很簡單 我只有兩樣沒賣過 第一樣汽車 第二樣零鼓塔 就這兩個東西沒賣過之外 其他東西我都賣過 人壽啦 房地產啦 基金啦 保險啦什麼 通通 還有講到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種傳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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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通賣過 OK 那這個過程 就將近快十年了 所以曾經很好過 所以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我發現錢來得很容易 所以呢 也就很容易揮霍很多的東西 所以年輕不懂事 會造就一些很多的事情 待會就會說到 那所以現在呢 又是一個非常跳動的這個 遭遇 我現在是一個咖啡烘焙師 好 所以是一個 完全是很跳動的一個過程 好 那所以說我是自能自為說 我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我沒有什麼背景 沒有什麼樣的 什麼富二代富三代的這種背景 然後也沒有什麼險惡的資源這些的 完全就是一直 單靠這樣子一個經驗 在一直走過 所以跌跌撞撞的很多 然後也走了很多冤枉路 OK 好 接下來呢 那曾經就是說 我想賺大錢 做醫護都會這樣子 我想賺大錢 結果我就賠了800萬 負債800萬 OK 然後呢 我想要前途呢 但是就被黑社會綁架過 OK 然後呢 我想給家人過一下好日子 那結果呢 身上只剩400塊 讓一家人吃飽 維持一個禮拜 好了 然後呢 之後 我想要給家人吃飽一點 不是去吃那個吃到飽 是去那個呢 所謂的好事多吃到飽 好 這種日子 所以我們曾經有這樣非常非常低潮過 那所以說我們有曾經療苦過呢 療苦 勞倒 療倒過 然後呢 後來我就希望 但中間有一些很多的貴人 協助啦 有一些幫助我的 重新站起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也想說 如果有一天 我也想要回饋社會 回饋社會 來幫助別人 那 所以說我那時候一直有一個想法 到現在也是這樣 就是說 不需要等到一切都準備好 你才能做一件好事 而且是說 只要你有心 其實你想做就能做 那所以我現在做的就是這樣 行動咖啡腳踏車 因為之前我有開過店 所以我知道一些開店的一些 難處跟一些過程 那雖然店後來收掉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開店創業 有它的一個前景所在 那 可是現在就是說 我們想要開店創業 不管創業好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困難 應該現在都 大概不是這樣認為吧 你要一筆資金 你要先調節 要一些人脈 要一些 就一筆炸炸一大堆東西 那但是呢 弱勢朋友 他要想要創業的話 基本上 認識對他來講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想都不敢想 那所以就這樣做 好 就是說我現在 案子的推動 就是我創建一個平台 然後呢 來我提供這樣的一個 腳踏車的一個改裝設備 然後提供所有的身材器具 好 然後包括專業訓練 好 從不懂咖啡 好 叫到你會咖啡 你會咖啡還會賣咖啡 好 賣的咖啡 你怎麼去服務客 這部分 全部都一套的流程 然後呢 多元化的就是說 就是說我會希望結合很多的相關資源 然後幫助他們增加他們的收入 然後之後呢 就是說我們會陪同他們一起 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好 那所以重點就是說 我是希望就是說 能夠幫助他們 是用所謂的專業創業 而不是說你看到他 我覺得他好可憐 他是一個男性貓 他是一個身心財美者 所以你買他的咖啡 而是你甚至看到他的用心 看到他的專業 他的咖啡師 來買的 OK 所以呢 我規劃是說 這樣短期三個月 我們有這樣一個構想 中期 長期 所以現在目前的計畫呢 就是說我現在是在火車站這裡 有第二個 跟社會局還有引擎 會這麼做的一個 培地點已經建置 然後下個月 下個月應該在公益 革對面有的第二點 然後呢 這個呢 非常好的一個過程 那現在這個可能會暫停 那這個 有機會再說 這又是一個很曲折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主要希望是說 改變大家對於同情心的一個定義 就是說你不要看到人 你覺得他好可憐 然後你要幫助他 然後丟個十塊錢 丟個一百塊給他 對他來講 其實那個不叫做同情 那有點像死神 OK 不是賣同情 那我希望說他們這個賣的是 給你看到是專業的表現 好 那他們真的是用他們的學習 用他們的心 用他們的熱情 來夠給你呈現一杯咖啡 那你覺得 你可以讓你們覺得說 那杯咖啡真的是很好喝 非常棒 好 下次我還會再買 的這種感覺 OK 所以呢 最後他們得到的是 你給他們的回饋 事實上來講 是很幸福 很溫馨的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原來這個社會 對他們還是有這麼多的一些關懷在 那我希望是能夠透過這樣一個方式 能夠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能夠建立這樣一個友善的社會 包括說友善商店 然後如果說本來就有開店 有開店人這樣子可以提供的場地 我們來起訴 然後友善企業 然後做這些資源的串聯 然後更重要是 好像大家的一些友善的支持 用購買代替支持 OK 就是這種概念來產生 那這個是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這是在桃園的一個黃伯伯 街友的改變的一個例子 這個我相信各位在YouTube 或是在新聞上 都有看到這樣的實例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 街友自立分身 但是我坦白講 這是所謂的個案 現在要找到同樣黃伯伯這樣的街友 我在我這站遇到了十來個 但是要像他能夠這樣子願意改變的 我現在還沒遇到 所以我說這是個案 但是我希望說能夠透過同樣的方式 更進階的是可以幫助到 所謂的一些弱勢的朋友 包括那些媽媽身經障礙者 他們願意被改變 願意改變的這個行為 來幫助他們 來幫助他們 OK 所以呢 很好 50秒 10分鐘的時間 然後濃縮這20年 當然 還有很多啦 這種過程跟 跟這樣的一個例子 剛才講得很快 這種 比如說400塊 怎麼過一個禮拜 如果你要問我 我可以教你怎麼做 哪邊可以吃年錢的 哪邊可以去得到一些免費資源的 然後得到一些 放心不是快過期的那種東西喔 我可以跟你講 哪邊可以得到 然後如果說你要跟我聊說 怎麼會配社會榜票 能夠脫身 順利脫身 也可以聊一聊 因為當初那個 什麼竹聯邦的 黑松老大 什麼的 OK 好 這很多故事 但是呢 這些都不打緊 因為畢竟都是過去的一些經驗 但是呢 如果說以現在來講 我是希望說 跟大家分享說 這樣的一個方式 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能夠讓 每一個人 都能一起來參與 合作 謝謝 謝謝 謝謝老爹 老爹可以先入座 對 剛剛說還有 最多給我一些時間 對 那這邊有一包 這是我烘的 山芋要烘的豆子 然後呢 因為呢 我只準備一包 那我是希望說 他用槍打 這個問題很簡單 誰先舉手 誰先打出來 我就送給他 好 那我問你很簡單 我現在做的案子是什麼案子 好 那你啊 你放我去好了 好 好 一二三 舉手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好 不要害羞 對對 這隻 這隻豆子是 伊索比亞的那個利母 然後它是號稱 被剩餘四分的一次豆子 然後經過HBan 它可以分數達到100分的 OK 我們再一次 一二三 OK 很好 謝謝 Nulu 嗨 一起配合 創業平台 好 他被親吵了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其實剛剛老爹有分享到一個概念 我覺得非常有感觸 就是之前我們在創人物的時候 也有講者跟我們分享這個理念 就是 其實我們並不一定要等到所有事情都 我們來講 我們先來講 有些事